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主要講六四個方面的事情 有幾件事要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就是 維園已經有部份被警方封鎖了 到底哪些部份封鎖了呢 如果封鎖了他們又會轉去什麼地方 稍後會跟大家講 第二件事就是 周幸彤、梁國雄、陳浩媛他們 居然是要絕食去悼念六四 到底是否真的要絕食 稍後會告訴大家 第三件事就是趙家賢 人家六四悼念那麼慘 居然有人說他好像在坐牢出入醫院 看見護士好像很開心 喜悉心地說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會跟大家講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在拍片這個時間 警方在兩點半的時候 已經在維園見了記者 警方以疫情為由 本身禁止支聯會 在維園舉辦燭光晚會 六四紀念館也因為被指控 違反娛樂場所條例 需要關閉著 支聯會 泛民主派等不同的人士 都已經說會在不同地方 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悼念活動 部份人士還要在地區擺街站 向街坊派發蠟燭等 以及一些六四的宣傳物品 而有一間天主教愛與和平委員會 又是在七間天主教教堂 在六四的尼撒 我不知道六四和天主教有什麼關係 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 今早被警方以宣傳或公布未批准集結罪被捕 現在是在中區警署 大約在下午2時 警方已經將維園足球場以鐵馬為風 在2時半的時候已經見記者 交代警方到底是有什麼部署 大約在2時10分的時候 已經見到警員將六個維園足球場以鐵馬為風 並且展示警方的公告 說明如果市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將會違反公安條例 即是會拘捕他們 之前已經有消息說警方已經動用了七千個警力 還有民意已經知道 辦公室內加上一萬多個警力 應付今天的裁員面 亦會引用公安條例封閉園的部分地方 如果真的有人去集會就會拘捕他們 會否再封多些地方 例如草坪等 亦有機會將他違封 而同一時間如果晚上發覺不到路 會否全面封鎖維園 都是有機會的 七千個警力裡有一半留守廣島 特別是維園和中聯辦的一帶 另一半在全港的各區戒備 包括旺角六紅方、尖東海旁、沙田新城市廣場 元朗都會有警方的警力去戒備 還有大埔 因為現在維園被封鎖了 有機會這群人轉戰到其他地方 轉到甚麼地方 有幾個不同的可能 哪些地方 大家可以想想 當時他們熱的時候很熱 夏天搞抗爭 去了甚麼地方抗爭 沒錯 商場 商場有冷氣炭 第二件事就是 當有雨水的時候都不怕 所以他們很大機會會轉戰商場 各大商場要小心點 大家今晚也要早點回去 不要留連商場 打算逛逛街沒事做 沒事的不是 今晚有機會在商場再來過 大家知道他們有多無賴 太熱 不算了 我們不在室外搞 我們在商場搞 下雨算了 我們不淪雨 我們在商場搞 所以商場是他們其中一個 一定會想和去的對點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警方方面一定會有 部署在商場 防止他們在裏面搞事 如果他們在商場點燭光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今晚在維園一帶 有些人穿黑衣黑褲 叫口號 或者點燭光 都是有機會被控非法集結罪 因為有共同犯罪的原則 而支聯會的成員 周恆彤已經在中區警署 將會去新界南警署 將他轉移 他早前說過 如果他今天無法點起蠟燭 將會絕食一日 那麼大把 現在坐牢的其他人 包括梁國雄 即是社民連的副主席 還有社民連的黨友 亦都是民陣的召集人 陳浩媛 現在就一同在石碧監獄 他們就絕食 絕食是幾代 一日那麼大把 絕食做什麼 他說要悼念32年前的6月4日 不知道做什麼事 又說要向天安門的母親致敬 其實周恆彤和梁國雄的絕食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你絕食只有一個一日 你就是那時候絕食到現在 你不應該現在才絕食 你只是6月4日絕食一日 我覺得你是沒什麼意義 說真的 你跟拜生在別人家裡 先人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也不是有心的舉動 又不是去廟堂 又不是去墳頭 在別人家裡的灶頭 開個火 然後就悼念 開火 然後我就不吃東西 開不了火就不吃東西 總之開了火我就悼念他 沒什麼意思 其實梁國雄也在 他繼續說 用不同的渠道去說 自己在二千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獄中悼念六四 寫了一個新詩 新詩是什麼 眾令我守無燭光 難禁眾心調國哀 我不明白 說真的 那些小黃人 那些垃圾廢柴的人 包括移民了 不是移民了 潛逃了 和移民了 去台灣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尼斯蘭 那些不同地方的人 他們說他們是香港人 但是唯獨是六四這一天 他們這群彈省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 是認自己做中國人 大家想不想得明白 一向都不認自己做中國人 但是今天 無情情 哎呀 愛國的心 中國的心 燃起來了 要悼念六四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年 他們這麼多日 三、六十四日 都不會認自己中國人 唯獨今天 六月四日 就認自己中國人 我不明白 他們是否精神分裂 還是美國給他們的錢 是塞不夠三到十五日 塞剩一日 是的 算了 你多給他一塊就算了 好嗎 梁國雄也呼籲 今晚八點 市民無論身處何地 都一定要一起 舉起手中 手心心目中的一點燭光 呼籲別人要紀念六四 但是他沒有說到去哪一島 和周幸彤不同 所以梁國雄沒有叫人做非法集結 都未有事 而澳門中心法院所判的案件 如果沒有聽的話 可以在上一段直播影片裡聽 那個判詞又不適用於香港 但是我覺得值得參考 我覺得中心法院應該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警方也可以參考一下 一般市民也可以說到 我覺得他裡面的判詞判得很好 其實這些集會 到底是否集會 根本上是造氣 法院都告訴你這些是造氣的事 周幸彤亦都在說 以行動要對抗政權 又說很難過 之前在獄中的李卓仁堅持以煙 代替了點蠟燭 禁食吊六四 即是怎樣 你吃煙這樣 嘶 悶 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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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這樣 你吃煙就吃煙 你為何吃煙是悼念六四 根本是神經病的 他們所說的事 你不如絕食吧 你絕食兩個禮拜 我有個提議 絕食六十四天 你仍是做到人的話 我就給你一個伏字 說不定你做神仙 試試他 絕食六十四天 陳浩媛在法庭仍然大叫六四悼念七一發聲 亦叫人繼續堅持下去 陳浩媛跟梁國雄一起在監獄中絕食 我建議你們要做人 叫他一起絕食 你給他一些資訊 讓他餓下 不要打算吃煙代替絕食 打算吃煙代替悼念 吃煙代替悼念 吃煙代替悼念 有一個藉口 我們說完這件事 再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再想說 民政事務署剛剛說 如果區議員宣傳未經批准的集會 將會沒有良知 其實民政事務署亦都說 收到投訴 有些區議員進行了 和區議會的工作無關 並且會影響地區和和諧 亦有機會觸犯香港法例 其中包括派發資源 例如蠟燭等 還有派發宣傳單張的訊息等 以鼓勵和協助公眾人士 去參與一些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 民政事務總署說 根據區議員及區議會合下委員會的成員 操守指引 已經說明區議員的行事方式 不應該令到處境 可能有副市民對區議員 一般應該有的行為準則方面的期望 亦都定明區議員不可以將所有資樽 即是辦事處的開支 新樽等等 津貼等等 開支津貼等等 和辦事處作為一個 和區議會無關的用途 即是不可以宣傳一些和區議會無關的事 所以如果他宣傳六四等等 這個區議員的營運開支 辦事處開支 是有機會不發還不給他 同一時間這個區議員 亦都可能會因為犯了其他法例而負上刑責 因為他們鼓勵一些人參與非法集見 當然要犯罪 所以大家看到一些區議員或其他人物 可能你不認識他 因為區議員現在不出名 如果看到區議員宣傳這些 或者有些人宣傳這些的話 拍下他 可以WhatsApp給民潔街 可以嗎? 民潔幫大家處理他 我們再談談第二個人 這個人叫趙家賢 趙家賢是坐牢的 大家都知道 但他非常多病痛 趙家賢是因為民主派35家非法初選 而且他是一個民主動力召集人 所以他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他亦都是東區區議會副主席 他在1號申請保釋 然後被拒 而同一時間他亦都放棄了8天的上訴 保釋覆核權利 趙家賢之前民意已經說了 他耳朵有問題 然後就說眼睛也有問題 不知道是否掩蓋 大大拍下去拍到眼睛也有問題 眼睛也有問題 然後可能腦部也有問題 我不知道 我猜一下 否則我怎會腦那麼殘 可能他也要出出腦 我好心提醒他 有一些探監人士說 之前趙家賢已經有高血壓 糖尿病50件等等的問題 眼睛也有問題 耳朵也拼不回 頻頻已經出入醫院 昨天3號的時候 有人說 相信趙家賢看到護士姐姐的時候 應該猶如雙眼涼冷氣 即是甚麼 色色 即是他在醫院出入 即是當他坐牢 去到醫院的時候 都要看一看女生 看一看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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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坐牢都要有色情色 這些人 唉 無謂 到底是甚麼人會有色情色 原來兩名中西區區議員 葉錦龍和任嘉儀早前 就探望這個區議員 不是區議員 沒有做區議員 不是他未辭職 探這個趙家賢 怪不得寫他是區議員 因為未辭職 就說現時是一些烈日當空 即是很熱的日子 非常之炎熱 他們都說生了熱匪 又出汗 又要淋水才睡覺 又要睡地板 現在可以在探訪室量一下冷氣 對於在囚人士 就無疑是一個幸福的小時光 因為探監室原來有冷氣 所以如果他們每個月那一次探監 他們就可以享受一次冷氣 或者他們之前的8天保釋一次 即是申請保釋上訴 他們就可以乘坐巴士 去法庭都可以量一下冷氣 但是趙家賢的情況就有點不同 為甚麼 因為趙家賢又出入醫院 葉錦龍就說相信趙家賢 就看到護士姐姐那一刻 就是她眼睛涼冷氣那一刻 她還說甚麼 隔著口罩都看到趙家賢他笑 看到他笑 這樣說 可相言之趙家賢 那種的猥瑣 那種的賤家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她用眼睛去看那些 姑娘的時候 到底她腦裡想著甚麼 大家現在就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病 不如病的話 可不可以給她一些男護士 她還要大大隻隻那些 好像我們新民黨空姬少爺那個 大大隻隻那些要招呼她 她才行 是值得自豪 加因她指著自己的肚皮 再指著葉錦龍的肚腩 暗示對方胖了 她自己飾了 你看那些人多囂張 坐牢坐得你那麼囂張 坐牢坐得你那麼囂張 你不如坐久一點 還要看女兒 還要盛色 這些人我覺得是不值得可憐 看看這群人到時要坐多久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趙家賢現在到現時一刻為止 她沒有放棄宣誓 她還未辭職區議員 她仍然有良知 所以到時她簽不簽這個宣誓聲明 值得大家一起關注 當然文杰會幫大家看著她 有些甚麼最新消息的時候 亦都會和大家說說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記得記得留意今晚大家不要在外面逗留那麼久 早點回家 和商場都小心點 不要去就為妙 以防一些黑暴在裡面搞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節目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杰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